欢迎你来 欢迎你 好帅喔 昨年好友终于在节目上碰头 任仙琪合体主持人蓝欣梅 跑宣传行程满 依旧死在满满笑梗 我常不在 但是我回来的时候 大陆军人一直都在台湾 对 因为你送你们 过年期间才和郭富城刚推贺岁片 任仙琪接下来还要在台北办歌唱 我们有同样的歌 但是每个人 那个歌想起来的时候 每个人不同的故事 我又特别有感觉 然后我最难忘的 也就是在上海好像 因为里面刻满了 但是外面 好多人都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他们坐在外面 听她的歌声 两人只差一岁 但任仙琪还没出道前 蓝欣梅就已经走红 今年因为忙工作 见面次数不算多 不过关心的讯息不会少 算是我就一直鼓励姐姐 出来开演唱会 大家小剧站 开了一个很成功的演唱会 我说你要不要巡回 像乘风破浪的姐姐 我也推荐欣梅 我就说乘风破浪 你不要 我已经不是姐姐了 不仅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他们其实还有这层 亲家关系 最早是 欣梅姐不嫌弃我们 我们是狗亲家 对对对 所以我家的狗去 那个跟欣梅姐姐 当时她家的狗相亲 味道很重 因为她是那个梗犬 如果下回 也能在演唱会上合体 势必会写下 又一次的景点 TV宣言就好玩 这不觉得谈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帝宫 是